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唐朝时期曾拆毁寺庙上万座 但宝光寺虽被洗劫但得以幸免 在公元847年时寺庙被修复 到了宋代此次进入最盛时期 而到了元代寺庙被毁坏变得残破不堪 明朝初期各界民流捐款得以重修 到了现在政府对寺庙进行保护 还列为保护单位 成了大热的景区 整个寺庙除了有佛像 还有清代皇帝的塑像 这些塑像都工艺高超 彩绘名利 甚至铁掌清粉 让这些塑像看起来更是细腻逼争 寺内藏有很多新书 有很多珍贵的古代经文 都被存放在寺内 而且这个寺庙内还有30米高的塔 传说是放置佛宝舍利的 这个寺庙常年香火旺盛 很多人甚至从外地赶来参拜上香 现在寺内的方丈也是重庆人 22岁出家 是1990年毕业于四川佛学院的 法号义记 义记法师还有很多佛学著作 是当地的佛法大师 小伙伴们 想来这个寺庙一次吗 好啦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就要和小卡爱们说拜拜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希望每一位来过的朋友们留下评论 或者是信心转发 以及关注哦